待会来看到吴宗献上模仿节目 他很少当过来宾 所以一开场呢就客串成主持人了 说自己是林书豪 让全场马上笑翻 节目上呢还跟模仿黎智英的台志源互亏 说到底谁赔的钱比较多呢 还拿自己的绯闻来开玩笑 一点都不避讳 厉害啦 感谢我们所有观众朋友的热情收看 全民最大党 我是你们的党主席 我就是17号的谁啊 杰勒米林 我就是林书豪啦 吴宗献上模仿节目客串成主持人 无厘头的幽默笑翻全场 他有钱在这个节目打我的初期了吗 是不是 没有办法 我才香港回来没有遇到你 还打错一个胖子 吴宗献跟扮演黎智英的台志源开始互亏 说什么自己都有投资过啦 是投资界的老大 等一下我让他好好打一下了嘛 是不是 这样话嘛 赔五十几亿还在大声啊 我五十几亿他也没有比我小到 我们才 我们才撇五亿多而已 OK啦 谢谢 反正撇到要关门了 不断开自己玩笑 看来队已经主持15年长寿节目被停这件事情 外界说他天王光环不在 但他好像不所在意 但是呢 他又把矛头指向扮演欧汉生的小虾 应该要换欧帝来的 应该要 应该要 为什么 我是老板 我也换他 人家三点多的收视率 对不对 然后他主持费才是我们的五分之一 对啊 再傻都要换他们 对啊 好吧 当然这个可能做不会很久 话说的好酸哦 吴宗憲甚至啊 自己的非文来说嘴 一点也没有想要避讳的意思 看来本土天王 吴宗憲不管走到哪里 还是不改搞笑本色 今天新闻 陈一玲台北报道 好